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eorg Kepfenhüller 1570年买的这个城堡 你也可以参加艺术课程 康安东的历史非常深厚 短暂的车程之后是另一个让人惊叹的城堡 我们现在是在Landskorn城堡 现在就准备去看老鹰表演 哇 你看这么大只这个老鹰 哇 你看见这个就是France 他是在这边的养银人 他有五公斤这么重 跟他用一个手指可以这么拿着 你很强烈 老鹰表耶 你要开始咯 观看这些鸟类在飞 真是让人赞叹 但是 小心你的头 这里是弗里萨哈小镇 这里有许多的历史性建筑 这个感觉好像在古代这么样 感觉就像回到了古代 France是可恩顿最老的城市 还有它这边呢 有唯一的护城河 现在就是吃饭时间啦 甚至是经常的时刻也是非常特别的 哇 这个晚饭好精彩呀 做得这么漂亮 可是这边有 一二三四五 六个空盘子 我的朋友在哪儿 来咯 在这儿你可以体验中世纪风格的晚宴 但是可要小心那些不情自来的客人 过来 Fürstenhof Friesach 这个就叫Spektake Dinner 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过来 感觉中古的晚饭 如果你来到可恩顿 为什么不来做一下体验真正的城堡呢 斯赫洛里恩斯丁酒店 是一个适合真正的国王下榻的酒店 来到可恩顿会让你身临起敬 来到可恩顿会让你身临起敬 好 好